好 各位觀眾 這裡是台中捷運呢 帶您來關心這個稍早傳出的這個喊人案件 我們可以看到呢 現在市政府捷運站這邊 已經拉起了封鎖線 是停止進出的狀態 那麼稍早呢 已經掌握到嫌犯初步的訊息了 這一名嫌犯呢 她是這個20歲的男性 當時呢 據這個目擊者公稱呢 她是說當時她手上其實是有帶著兩把刀子 一把是菜刀 另外一把疑似是水果刀的狀況 那麼當時她的位置呢 就在這個車廂後半段的地方 那麼當下其實車內的乘客是相當多的 因此呢 她突然揮刀砍人的時候呢 其實引起了非常大的騷動 那麼當下呢 有人大喊要逃命 然後跟著就往車前的方向來逃命 那麼當下呢 疑似還有人在跑步的過程中呢 不小心摔倒了 幸好是沒有發生踩大的狀況 那麼目前呢 根據了解 目前已經是有三名的傷患 已經陸續送醫救治 那麼可以發現說他們這個身上呢 其實是有多處的刀傷撕裂傷 包含頭部 胸部 還有手部 其實都有受傷的狀況喔 那麼稍早呢 在這個車廂內的募集民眾呢 當下是說呢 有五六個人一起團團包圍 這一個嫌犯 想將他壓制 我們來聽一下稍早的訪問 小姐妳剛剛 妳在車上有募集嗎 他就在門面前拿出刀子喔 他有說幹嘛這樣子嗎 沒有 他一看什麼講話就是拿出刀子 我都喊說幹什麼 然後大家都往後逃 對啊 對啊 啊他是有特定的行凶對象嗎 不知道 啊有沒有說什麼訴求 沒有 他就是 他上海就說 就拔刀了 就拔刀了 啊有砍到誰嗎 就有一個路了 有受傷啦 有一個人受傷 我是有沾到一些血跡而已 啊你們在車上怎麼制止他的這樣 就是一群人 一群人先去壓他 然後再 對 最後是壓著他的手 他還一直要水果刀 然後大家都捧倒他的頭 然後還有就是 醫會先生就是 我們上次壓著 然後醫會先生他就說 你把他手敲開 然後把他的刀拿下來 啊他的手好像有受傷是不是 那是被我們打的 他好像一個女生身上也都流血跡 那個外國人 那個外國人身上是 就是那個受傷的血沾到的 不是他的 不是女生受傷 不是 他沒事 對 啊他就很突然行凶這樣子 我們也不知道他怎麼 我不知道 他水安公 他就是行李就放在那個駕駛台上 就逃出刀來 你說他是從哪個站上來 水安公上一站 上一站上來就這樣子了 水安公喔 對 對 水安公人看 好 當時呢這個目擊者說呢 這台列車呢 是從這個台中高鐵的方向 往北屯的方向行駛喔 那麼經過這個台中市府站的時候呢 這個嫌犯突然就持刀攻擊 那麼現場呢其實有很多的民眾 甚至包含有外籍的乘客呢 都上前制止這個嫌犯喔 那麼當下這個嫌犯的情緒非常的激動 而且他手上是持刀 疑似是在揮砍當中 制服的當下也是傷及了無辜喔 那麼根據了解呢 目前被他傷害到的這個乘客呢 總共有17歲的這個男性 還有27歲的這個男性喔 都是臉部還有雙手雙腳 都有撕裂傷的狀況 現在還在醫院救治當中 那麼稍早呢 其實這邊傳出了這個 砍人案件喔 警消就立即的到了現場 那麼當下呢 其實這個嫌犯的情緒 是相當的激動 他是從這個後車廂的位置 跑到了前車廂的位置 那麼由於車輛當時列車還在行駛當中 那麼民眾呢 是相當的恐慌 因為沒有辦法逃命喔 那麼當下還有募集者說 第一時間他按了這個警鈴 結果是發現沒有作動的 是直到後來是按了其他的警鈴 才有這個作動 那麼另外在逃命的過程中呢 即便這個車子已經停下來 可是還是沒有看到 捷運站的人員出現喔 那麼在現在這個 目前的為止的狀況 目前警方是在調查說 這一個20歲的男性嫌犯 為什麼要遲到 帶著兩把刀子 跑進了捷運站 要來這個隨機砍人 目前動機還在釐清當中 也像是在現場掌握到最新資訊 先把鏡頭交換同內